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进来客人分用电脑不用电脑两种 那如果电脑可以上网看有线电视 然后现场所有书都可以看 然后还有云南无线倡议 那现场要求一定要安静 这是绝对的 为了维护所有顾客权益 安静是艺术漫最重要的电规 早年从连锁漫画店起家 这里除了提供数百种漫画 报章杂志给客人杀时间 甚至电脑电视传真机一应俱全 而且不同于一般漫画店餐饮从简 在这里肚子饿了 多达四五十种现座餐点 任君选择 喂 您好 我这边是109桌号 我要墨西哥现烤辣鸡腿牌 谢谢 就是一直有亲阿姨 每天都会现炒 大概四样到五样的青菜 然后荷包蛋会是现煎的 再配一个主菜 所以其实吃起来会跟你在外面 感觉那个用心就是不一样 上班族要休息 要休闲还需隐私 这里通通有全店半开放式的隔间 让顾客要坐要躺要睡觉随意自在 但是隐私不代表随便 合适包厢门上头有两个洞 是方便服务人员寻常 也提醒客人要自重 这是店长李星如 维护店格保护客人的坚持 在面试的时候 我就有跟他们强调 他们进来这边工作 是这里的管理者 我们这边进来看 我必须把它当作是自己的朋友来 朋友分两种 一种是好朋友 一种是坏朋友 那好朋友我们当然欢迎他来 坏朋友我们就要去 那如果他真的不能配合的话 一定会请他拜拜 那这好朋友就会一直来 有图书馆的安静 座位却更宽敞 明亮空间有咖啡馆的view 却有各种便利资源 可以小睡充电 看书 看影片 但绝对不能影响别人 从女性思维出发 李星如体贴上班族的需用 为店内各项服务做好把关 也让漫画店跟得上时代转变 有需求就有商机 您看他这样的新的服务内容 跟消费方式 是否抓住了消费者的心呢 谢谢您收看 赢在地球村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by bwd6